春风送暖 万物复苏 眼下北方还是冰天雪地 但是在南方 很多地方已经是满目春意 一些地方的樱桃花 油菜花 玉兰花 都已经静香绽放 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赏花 17号 记者在四川庆卫镇桃李村看到 漫山遍野的樱桃花静香绽放 洁白的花淡雅肃静 坠满枝头 与盛开的油菜花交相辉映 美若仙境 据了解 樱桃花花期很短 一朵樱桃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只有7天 而整棵樱桃树从开花到花朵凋谢大约只有16天 正因为樱桃花花期的短暂 才形成了它边开边落的特点 樱桃树下游人或漫步于林间小道 或摆造型拍照流影 享受大好春光 初春时节 鸟语花香春意盎然 一枝枝娇美的玉兰花挂满枝头 在河绪的阳光下吐出阵阵芬芳 位于云南惠泽县的玉兰公园 有一棵古玉兰树 距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虽历经沧桑却枝繁叶茂 今年这棵古玉兰树的一根旁枝开出紫色的花朵 白色和紫色两种花同在一棵树上颇为美丽 看完了玉兰花 不妨再去闻山马关的大栗树香 那里的万亩油菜花 同样能够让人感受到如湿如画的美景 春风送暖桃花开 广东韶关的温元县这几天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 在温元李栋桃花谷 九仙桃花海和东华桃花林 万亩桃花迎风摇曳 落英缤纷美不胜收 成为摄影爱好者的绝佳去处 据了解桃花的最佳观赏期 为二月中旬至下旬 且温元县的桃树高大有形 桃花特别红艳 生长在怪石灵循间远远看上去如水墨画般 当地还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2019年 广东桃花节之水墨桃花 相约翁源等一系列活动 让有人感受到来自翁源水墨桃花的美 在三沙市永京岛 以三角梅为主的各类鲜花 静相开放色彩斑斓 在蓝天阳光的映衬下 宛如一幅色彩艳丽的油画 整个小岛一片生机盎然 而在琼海市龙兽阳田野公园的千亩花海 三亚胡知州岛旅游区等地 木棉花 玫瑰 醉蝶花 波斯菊 百日草等多个品种花开正宴 让游客感受到不一样的海南田园美景 ion高期摆得好 仍然是宿主的 进入片子溜洋 1米湖 201米湖 5米湖 15米湖